大家好,蝴蝶蓝,我们用水苔摘种很容易积水烂根 用树皮种了又需要经常浇水,非常的麻烦 如果不小心忘记了浇水,这个松树皮很难浇透 很容易造成后期的空根 那么今年呢我就做了一个实验,做了一个配土方法 用这种配土方法摘种出来的蝴蝶蓝 不仅不会烂根,而且还能够长出非常多的新根出来 新叶长得一变老叶旺 这个配土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一份的松树皮加一份的直金石 再加上少量的这个水苔 然后呢再在里面拌上两勺磨肥 松树皮和直金石增加盆土的透气性沥水性 然后呢因为它的透气性沥水性实在太好 需要经常浇水,所以再在里面呢加上一点这个水苔 我用的是这种毛毛虫的这种水苔 比较方便使用 配置好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松树皮一定要事先泡水,至少泡一天 让它完全的能够吸饱水分才能够使用 然后泡好水之后我们再将松树皮 直金石放在这个多菌磷溶液里面浸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做好一次全面的杀菌工作 避免后期烂根 这个水苔也要事先泡水 然后泡好水之后我们最好就是把它剪成 小块一点的再来摘种就可以了 之所以加上磨肥是因为这种质量呢 它本身养分是非常的少 而且蝴蝶蓝又是特别洗肥 每次虚肥量也非常的少 如果后期经常追肥把握不好又很容易烂根 加上磨肥的话呢 它既不会受到水分和温度的影响 是在植物需要养分的时候才会释放养分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伤根 还能够满足植物的一个营养需求 高磷肥的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触根效果 像我这两盆呢 都是采用这种摘种方法 现在呢不仅叶片长得旺 而且还长出了非常多的新根出来 这个的话呢 我表面是给它铺上了这个植金石 这个的话呢 我是用火山石替代了植金石摘种的 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不懂给蝴蝶蓝配土的花友 担心蝴蝶蓝积水难根 又担心空根的花友呢 就可以采用这样一个配土方法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